那我們來看一下OneNote裡面還有一個很棒的就是這個叫做收集網頁的部分 跟影片教材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您進到不管哪一個頁面 在OneNote的最下面它都有一個東西 叫做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這個其實對老師在收集教材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剛有提過的 其實老師一般收集教材的方式 如果是已經數位化的 包括是網頁的資料也好 或者是就是影片 影片更麻煩 如果您只寄網幾個 還是希望保留下來 是不是還在做一個下載的動作 對不對 那OneNote這邊呢 它有Google Chrome的 也有Firefast 也有 如果您是用Mac的 也有那個Suffery的 所以這個在平板上也可以用 平板上也可以用 那您可以把它裝起來 以我這邊來講 我就是用Google Chrome的 所以我就把Google Chrome這邊點進去 就可以把它裝起來了 好 我把它加進來 給您稍微看一下 那麼您加入之後呢 在我們右上角這邊 會多出一個 有沒有發現這邊就多出一個 那個OneNote的一個圖示 好 在右上角這裡 在這個地方 那麼增加這個圖示之後 這樣就好用了喔 我們馬上就來看一下 您可以看看 如果您想要加入的網頁的頁面 假設您是要 假設這一個好了喔 你要加入這個頁面 您就直接來這邊 它會讓你選擇 請問你現在是要只加入 你所選到的這個分頁 還是你全部的分頁都要一起加進來 好 可以像這樣 那這個時候呢 假設我先加入這一個就好了 我就來這邊按一下囉 好 那它會問我 我要加到我的哪一個課程裡面的哪一個主題 好 哪一個課程裡面的主題 像這樣 其實現在OneNote就等於是 這好像是我上課的資料庫一樣 好處是什麼 平常我們就已經在不斷的蒐集資料 對不對 所以等到您真正要上課的時候 隨手你來 就很多教材 就很多教材 那您就不用擔心說 我現在要準備要備課囉 備課是平常就在做的 對不對 不是真正要上課前再來準備 再來準備是一種方法 可是有些時候可能你臨時要找 我記得以前看過 可是怎麼樣 雙雙色的地在哪裡 這樣就比較麻煩 那您可以看到 我們就可以自行選擇說 我要加到哪一個地方去 把它加進去就可以了 加進去就可以 那當然它有個好處 您可以發現 網頁的標題有沒有 自動把您加進來了 所以您有沒有打字 沒有 對不對 會自動加進來 今天如果你是什麼 影片是更好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您到YouTube 它主要支援兩個影音網站 一個叫做YouTube 一個叫Vimea 這個在國內大家比較少用 但YouTube在國內用了很多 好 假設我今天這個 你要加入這個好了 假設加入這個 好 點到它之後呢 我們來看喔 您從右上角一樣點一下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以前你要收集這個影片的素材 或者是教材的時候 是比較麻煩 網址複製一下 然後呢 標題要自己準備一下 您來看看 它除了幫你把影片的名稱叫進來 有沒有連它的說明都一併進來了 這樣是不是比我們自己打 在Copy貼上來得容易一點 那您就可以像這樣就可以放進去 當然 老師有沒有遇過那種播放清單 也就是我可能這個清單裡面 我裡面有好幾部影片 甚至好幾十部 有對不對 比如說您如果到我的 如果您到我的這個影片這邊 好 我的播放清單好多喔 這裡面有很多喔 那我就假設我點一個進來 OK 右手邊這邊還有很多對不對 來看一下麻煩老師在那邊 我就從這邊點 一樣 您有沒有發現一次就可以全部加進來 這樣是不是更快 所以老師您在收集教材的時候 其實速度就很快啊 反正有在看就在 邊看就邊收集啦 那這樣您要用的時候 就隨時叫出來就可以 好 那 所以這個擴充工具 對老師來講其實是真的還蠻方便的 還蠻方便的一個方式 但是其實這邊 因為我也順便跟老師分享一下 您看到像我這麼方便 是因為我平常就在做 我平常就在做 那老師如果說未來 您有準備想要用這個平台的話 什麼時候最難您知道嗎 起頭難 因為您現在進去什麼都是空白的 可是我現在進去是什麼都有 來 您可以看到我的課程 在這邊 您可以發現我自己建立的課程 就有47個 那不是說我教這麼多課程 而是說老師您除了自己 教授的課程以外 您有興趣的 或者未來準備開課的 可不可以 邊看的時候就變收集了 可以啊 比如說你看像這些 軟體也好 免費出台資源 這我上課就會用到啦 所以我平常在上的時候 就是在看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介紹得很不錯 適合同學來用 我就順便收集起來了 我就收集起來了 那真正我在學家上 比如像上這個3D的 上網頁設計的 那我會收集在這邊 比如說我之前有上這個 YouTube影音頻道 怎麼去經營的 我也把它弄起來 早期剛開始的時候 是沒有特別獨立出來 可是我本來就有在收集這些資料 像我之前也有講過 跟Google地圖 Google地球有關的主題 我就可以持續再繼續收集 那這些資料一直收集起來之後 老師要引用就很簡單 就會相對會變得很簡單 你看像我在這裡 我今天要引用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用這個 好到這邊 我就從這個地方 直接選取單元 那這個時候呢 他要問你 是你自己建立的 要去找出來 還是你訂閱別人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OneNote其實也 上面有很多公開的 對不對 你覺得別人整理的東西不錯 我可以做訂閱 訂閱完了 你就可以引用到自己的教材裡面來啊 所以如果別人有幫你整理好了 為什麼不能用 他的教材主要還是來自什麼 網頁上嘛 對不對 公開的那些資料 所以我們就可以引用進來 你就不用再自己做收集 那你看我從我建立的課程裡面 我就可以很輕鬆的找到 比如說我這一堂課 其實我上課 我現在都比較強調就是五菜一湯啊 啊 什麼 五菜一湯 因為一開始上課你就推出主菜的話 有些同學還沒有 還吃不下嘛 所以我們先開胃一下啊 那開胃一下 你可以準備你的小菜也好 或者準備一些額外的知識 讓他對他有幫助的 那這個時候 他注意力就會集中到你身上了嘛 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把主菜推出來 等到課程快要結束了 再上個甜點也不錯吧 就是他覺得有收穫 有收穫的這樣他 他沒講的他就比較容易聽進去 就比較容易聽進去 所以我會像這樣子就準備好 那我今天有需要 比如說像我最近也常常在關心 這個Maker的部分啊 程式的部分啊 那我們就有收集啊 你還沒有變成一個課程的時候 我就可以再開始再做收集 那以後要用的時候就相對比較容易 對不對 那您可以看到 比如說像在這裡 假設我是跟 好 這個素材有關的好了 好 我們找一個跟創用CC 那我就加進來 那麼加進來的時候 他就可以讓你決定 你是要直接用複製的 還是用引用的 這個會差在哪裡 因為其實我們每一個教材 您在增加的時候 都可以設一個東西 叫做完成條件 也就是我們剛剛看統計的時候 不是有用 有的人在跑 有的是打勾勾嗎 打勾勾是表示 他已經完成你的這個任務啦 對不對 還在跑的是表示 我還在看嘛 還在看 所以如果您是用引用的 就表示你當初指定 比如說我指定這個教材 一定要看五分鐘 那就一定要看五分鐘 就沿用下來就好 可是如果我們不同班級 可能怎麼樣 程度不一樣 欸這個班級 我可能程度比較差 我把標準降低一點 你可能只要看完一半就不錯了 那你就可以用複製的 也就是說我進來之後 我再調整一下那個 完成的條件 好完成的條件 這樣是不是就更有彈性一點 不會說欸你今天 只能這樣 那就不行啦 你看我用複製的好了 你來看一下 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做 設定完成指標 完成指標 當然如果您真的有需要 老師手動批改是一種方法 不過我們都盡量減少 對不對 都用系統自動 你可以自己決定說 你要判斷這個教材 他應該至少看多久 至少看多久 這個是您可以像這樣去做的 那我們這樣的話呢 是不是就 教材的使用上就相對比較容易 好就相對比較容易 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我先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 在老師端的這個部分 您可以透過像這樣子的 我的教材 Office就可以呈現出來 我又能夠了解同學的閱讀紀錄 又有比較多的什麼 測驗啊 互動啊 這些 這樣就比較OK一點 這樣跟老師平常用的這個 所謂的 學校社會學平台 應該真的有不一樣吧 有齁 好 那其實最後在這裡 跟老師有關係的 OneNote也有獎勵 OneNote也有獎勵啦 就上課你也可以幾點啦 只是這個看老師要不要用啦 因為 有些他真的沒有看的 我就會跟他講 你太混喔 他會注意一下 他會稍微注意一下 至少這個東西會留在上面 而不是單純你口頭講完 然後就怎樣 就忘記了 就忘記了 所以如果說同學自己進來看的時候 你看我們在右手邊這裡 好 在右上角 就在進來這個群組的右上角 我們在這邊 群組裡面的右上角 您用訪課帳號 您的學習紀錄一樣會留著 一樣會留著 你看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獎勵 對不對 就在這邊 所以如果同學進來的時候 他可以看到那裡有加或減 那點進去就會看到是什麼時候有加 什麼時候有減 然後裡面的評語是什麼 這樣就會比較及時 就比較及時 那整個的過程就會比較清楚一點